邁谷自由行 跟團大PK 剛剛我們的跟團組的齊悅哥 要帶我們去這個船上 然後吃美食 看夜景 哪邊 住在這個招PA河公主號 Japaya Princess上面 這個船呢 它算是在這個河上面 算是非常豪華的一條的遊艇 遊輪 上面可以吃Puffet 我跟你講上面那個Puffet就厲害了 怎麼樣 第一個進去你喜歡吃什麼 琴板的那個青木瓜 對不對 涼拌青木瓜 泰式料理 對 從開胃菜 然後很澎湃之外 像我最喜歡吃什麼 最喜歡吃它的泰國蝦 我想到一點 我跟你講 泰國蝦一整盤 無限量供應 這時候痛風就先不要管它 你不要管它 吃起來 那泰國大頭蝦 真的每一隻又好大好肥 因為它是吃那個Puffet餐 所以說是一盤一盤上 很豐盛 拿多少算多少 然後泰式的你喜歡吃什麼 草河粉 草米粉 然後你喜歡吃洞 羊 貢什麼 全部都有 然後二三十道的這個料理 任君拿之外邊吃飯 還可以給你有樂團 還有表演 80年代 90年代的歌 慢慢的唱給你聽之外 我跟你講他還會唱鄧麗君的歌 國語也可以 然後兩邊看到 整個非常漂亮的曼谷市區 而且是晚上不會熱 真的在整個上面這樣 油船下來兩個鐘頭 你會發現你吃吃得非常開心 你喜歡的泰國料理一道一道上 第二個風景非常漂亮 然後音樂 然後最後高潮是人藥公主出來拍照 你就覺得說這整個行程很貴嗎 對 不會 如果我們自己要參加大概多少錢 自己去的話大概800 800塊 那真的是吸引人 所以跟團的部分厲害 那第一天的行程你等於是 把這個招聘夜盒從早玩到晚 把它翻過來玩 那晚上的部分要住哪裡 就問一下小方了 剛剛那個因為小猴介紹飯店有厲害 那你們的咧 我們的開玩笑也不會輸給小 我先講曼谷的飯店或民宿 真的是遍地開花 那你當然要找有特色的 我要介紹的這一家 其實大家不陌生這個品牌 它叫Indigo 我先講它在哪裡 它在捧擊這個站 捧擊是什麼 四面捧擊就是從捧擊這個站下站 是中心 所以在這個站出去5分鐘 轉個彎就到這家飯店 我先說這個房間 它用了非常大膽的顏色 甚至有點中國風的 都在壁壇或者是地壇上面 然後牆壁上的櫃子 有點像中藥盒的櫃子 但是卻漆著五彩繽紛的顏色 這個就已經非常棒了 彩色飽和 對 然後你說我們的mini bar 它也是用皮箱的概念去做的 然後我們的床頭更不用說 一定是舒服 然後又棒 然後它會有一個露台 是可以 也是你看到這個 是可以看到 其實市景 因為這裡不會所謂的風景 因為它是在市區 但是你會看到 因為我住到20幾樓 我可以看到很多時尚的建築 大廈 那個很棒 然後它還會有一個 那個貴妃椅躺著 所以一個是露台 一個是貴妃椅 所以我覺得整個空間 對我來講 睡得已經很舒服了 但是再看看它的浴室 哇 浴室很大 我跟各位講 你剛剛已經講傳統 那我很喜歡金屬原件 去加入一些傳統的一些元素 它就是用大理石 可能大家都覺得 最基本的配備 可是它很好工的 都鑲上這些金屬的邊條 所以你整個感覺更不一樣 Shower的地方 都還有所謂的壁景 就是牆壁上是有造景的 是非常不一樣 那個質感也做出來 那你想想看 這麼棒的一個飯店 早餐我跟你講 你一定拜託花多一點時間 也是自助式的 它不是 它是半自助式的 它光這個早餐在二樓 它設計是很英式的古典 你又跟原來的東西 完全又不一樣 然後它是先order 你要吃米粉湯 你要吃西式的 你要吃美式的 你先order 中間是有個餐台 讓你去拿沙拉 去拿飲料什麼的 然後你這個order 你吃完想繼續不一樣的 還可以嗎 繼續 還可以續點 無限續點 你吃到你不想吃為止 把午餐順便吃起來 這個餐 這個餐廳旁邊有個露台 所以我們在這個露台 這個樹就在我們旁邊 都是那種筆直的餐廳的道具 你就在樹下享受你的早餐 也是可以的 所以非常吧 最重要的是 價錢 這在台灣沒有上萬塊你住不到 對 曼谷一個晚上 曼谷 英迪格一個 連4000塊都不到 一個晚上3701元 多那一塊錢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也是夠給我的 所以剛剛小芳用力的介紹 真的很想贏 第一回合太好玩的部分 跟團自由行精銳進出 但誰比較厲害 來 婉婷你來做個高下 欸真的太辣了 你喜歡誰啊 我要自由行 自由行 為什麼 王姐對不起 剛剛有用力了 他講的每個細節 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小猴講的那個一日圈 我太想要 從他第一個 一開始 很想要有那個感覺 但我要抽一下 那個跟團組的那些什麼船 800我也可以花 3000我也可以花 所以小孩才做選擇啦 跳投自由行 但是行程就走跟團了 好 沒有關係 第一回合的部分呢 自由行贏啦 那第二回合的部分呢 跟團可不可以翻回一層呢 第二回合我們要比什麼 比太好吃 那贏的先發球好了啦 艾爾克呢 戴著墨鏡看著遠方 帶我去街頭米其林 到底吃什麼呢 要去的就是 這個怎麼唸啊 J5 這家店呢 我一推出來呢 這一part我又要贏了 又贏了 對 我跟你說 因為這家店呢 在曼谷呢 它是個傳奇來的 這家店呢 你可能看得到吃不到 什麼意思 但是你就算吃不到呢 你也要知道這間店 真的 因為呢 它是有史以來第一家 獲得米其林一星 對 不是什麼必比登推薦 不是什麼餐盤推薦 它是米其林一星的 街頭小吃 小吃真的摘星 它是路邊攤 一家很簡陋 很不怎麼樣起眼 不起眼的一個小店 它竟然拿到米其林一星 當年我一 就是它一得到的時候 我就去吃了 我第一年得到米其林的時候 我就排了三個小時 你排三個小時 我才吃到它 為了吃這一頓 因為我這時候就覺得 我不行 我一定要排到它才可以 荒天不復苦心 我就跟它說我現場等 然後我先去隔壁的那些小店 先吃一吃 再回來我終於吃到它 天啊 吃得真是驚為天人 值得嗎 很值得 但是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的價錢 在泰國已經是天價了 更何況它是路邊攤 對 好 要點什麼呢 它主要就是以各式各樣最新鮮 最澎湃的海鮮料理 有其中一個必點中的必點 你一定要點 如果你來這邊 你沒有點真的是 真的是白牌了 就是這個黃金蛋包蟹 這個蛋包蟹 大概size大概是這樣 一個很像蛋包飯這樣子 但是你把它切開之後 裡面是滿滿 真是掉出來 滿到掉出來 滿滿的蟹肉 而且全部都是去殼 全部都剝好的蟹腳 蟹管 所有的蟹肉 而且你真的會覺得 這一顆蛋包在泰國的路邊攤 它賣你1000塊左右泰銖 這樣1000塊台幣左右 1000塊你會傻眼對不對 對 滿貴的 怎麼可能 但是我吃了之後覺得真的很值得 你知道裡面的蟹肉有多少嗎 你這樣子剝開是滿到 真的天啊 我真的 真的是蟹肉比蛋還多 不誇張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是滿滿的蟹肉 那個可能蟹用了 大概五六隻以上的螃蟹 整個螃蟹家族滅團 真的假的 很發脹 然後你會覺得說 原來它的1000塊的價值是在這邊 而且它非常的香 非常新鮮 它每個蟹肉都非常的飽滿 都是當天有這個主廚 他親自去挑選過的 再貴也要點 對 除了這以外 當天我還點了很多各式各樣的海鮮料理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可能想說 好多海鮮 它其實是炒河粉 海鮮比河粉還要多 而且它裡面的海鮮 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料 那個魷魚啊 然後鮮魚塊啊 大俠 每一個真的都是手掌般大小 它是放料毫不手軟 所以它價格相對的高 都是六七百塊起跳這樣子 乘以0.85就台幣了 那另外像這個酸辣 那個東央 東央這個東櫻公 它也是各式各樣的海鮮全部都有 而且那個筷頭都很大 然後再來就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為我當時吃的這些料理 我就說 我想要加點一個青菜 我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幫我推薦一個青菜 他就說好 推薦了我一盤草芥蘭 草芥蘭六七百塊 哇 我想說好草芥蘭沒關係 我就點來了 一盤草芥蘭 我說它炒好多的香菇跟杏鮑菇 結果一口咬下那個杏鮑菇 天啊不得了 滿滿的杏鮑菇不是杏鮑菇 是滿滿的鮑魚 蛤 它用鮑魚下去炒這個藍 它是用真的很高級的食材 所以這樣一餐一下吃下來 我記得那時候三個朋友一起吃 吃了大概四五千塊 但是你吃到的料理食材 是真的非常新鮮 而且都是很奢華的 然後像它那個咖哩螃蟹也是 一般我們咖哩螃蟹不是要在那邊啃 然後在那邊弄 手忙腳亂得 而且都吃不乾淨 它整盤咖哩螃蟹是全部去殼 好棒喔 全部都去掉了 真的很優雅 對 然後那個滿滿的餡 你真的覺得很值得 真的是一般的那個料的 大家可能無備有 真的不誇張 滿滿的餡料 所以我覺得它雖然貴 但是貴的有道理 好吃 但是又很難吃到 但是自然是自由行榮 巨榮 就一定要花點時間來好好排一下 沒錯 要舉牌了嗎 還沒有 就算不一定啦 光蛋包蟹 光蛋包蟹我就可以想像去充曼國一趟了 對 那我們吃完米其林之後 那小猴 接下來如果我們要逛市集的話 有哪邊市集可以 因為很多啊 哪邊可以逛 我告訴大家泰國真的超多市集 什麼飛機市集 火車市集 但是我為了這個市集呢 我的機票一定要訂跨六日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市集 全球最大 對 你知道它多大嗎 超過15個足球場 太大了吧 怎麼到腿斷 然後它有一萬多個 超過一萬五千個攤位 然後再來就是 你知道它有小吃 結合小吃的 然後結合了那個就是收藏 它有畫作 古董 然後還有一些木雕 古董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些什麼呢 很多人買海苔啊 然後夏威夷豆啊 伴手禮的那個小菱嘴 然後泰式的東英棍的調味料啊 香料啊 裡面都有 還有衣服啊 包包啊 皮件啊 太多了吧 我在這一天呢 就買好所有 包括自己要用的 還有要送給親朋好友的伴手禮 我全部就是在 在恰徒恰市集這邊 一次都買購 哎唷 恰徒恰市集 你等於是所有的東西 all in one都在這裡一次購築 然後重點是 那個小吃呢 就沒有像剛剛那個 米其林一星這麼貴了 是 它所有的小吃都是那種 路邊的街邊美食 然後銅板價 平均大概飲料就是10塊 20塊泰銖 便宜喔 椰子水大概就是40塊泰銖 然後吃一碗那個 船粉或者米粉湯的話 大概就40到60塊泰銖 好便宜喔 那你就是真的是一路吃到爆 買到爆 逛到爆 所以這裡可以殺價嗎 可以殺價 可以 我可以從 直接五折開始殺嗎 還是應該 五折以下開始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買就趕快買 不能離開 因為離開就找不到 所以在這邊有一些攻略有沒有 就是你一定要快狠準 然後買買買 吃吃吃 你也不要說 我等一下再回來吃 你也找不到了 沒有回頭路這回事 然後再來就是一定要有手機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最後要坐地鐵 或是就是要找朋友的時候 你發現找不到方向 他真的是大到 你就會發現到真的是無限的感覺 是 所以你等一整天的時間 你就留給恰途恰市集 而且只有假日才有 小猴把攻略也告訴大家了 買買買吃吃吃吃 不要走回頭路 甚至還可以殺價 自由行吃的部分逛的部分 又都很厲害的選手都推出來了 換成跟團齊樂哥 剛剛這個艾瑞克帶有去吃的是 米其林小吃喔 你吃的部分要帶有吃什麼呢 大家注意一下 他剛剛帶有什麼 街頭米其林對不對 對 帶團 跟團呢 還要不用排隊 要排兩個鐘頭 我們來去吃真正的米其林 唉唷 不用排隊吹冷氣 真正的米其林 導遊幫你排好好了 到底是哪裡 休息一下